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 今天第一个话题讲小米苏七雷军高考过关了吗 3月28号雷军开的发布会 实际上他这个事情开了两次发布会 第一次是在2023年的12月28号 开的是什么呢 叫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 而这一次开的是叫做向前发布会 就真正要发布价格的发布会 所以大家看雷军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从12月28号 1月28号 2月28号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让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小米汽车你到底卖多少钱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成功的策略 这个事情真的是一般人干不了的 或者说你一般人想干这个事都没有人理你 对吧 大家不会重视 但是雷军做了这个事情 真的是让全社会的人 整个产业链的人 都跟他一块讨论小米汽车你到底要卖多少钱 对啊 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光在抖音上看到各种人喊雷子啊 军啊 你这个到底咋办啊 这个降价了 那个降价了 比亚迪79,800了 你到底怎么办呢 说苹果都不造车了 你要怎么办啊 那么这个非常非常成功 他的第一次发布会呢 12月28号啊 这个致敬了比亚迪 未来小鹏理想 华为和宁的时代 但是呢 没有致敬吉利啊 也没有致敬极客 所以呢 吉利跟极客就狠狠地给他上了一课 昨天啊 我还跑去看了时车 我在YouTube的这个社区里头也贴了我跟小米苏七的照片 这个体验店开到我们家旁边了 那我总得去瞅一眼 总要去摸一把 对吧 当时那个车还不让打开门啊 叫静态展示 应该到今天就可以去开门看了啊 但是我今天在家准备这个提纲 并没有再去 然后呢 我也跟他约了礼拜天要去试开一下这个车 买不买没关系 咱们得试一下嘛 昨天晚上七点啊 雷军准时开始他的发布会 我呢 其实好久不看这种大的发布会直播了啊 昨天是老老实实的从七点一直看到整个发布会结束啊 一秒钟都没漏过啊 然后看了都讲了些什么东西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发布会算是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因为在3月28号开发布会之前 包括当天各种汽车圈的消息都是围绕小米的 说我要再调个价格 我要再怎么发布什么东西 都在干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雷军是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雷军在北京异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向前发布会 这个地方在哪呢 在异装啊 因为为什么在那开呢 雷军的那个小米汽车的工厂的那个地方 这个发布会其实是非常火爆的啊 你说现场有多少人看啊 那肯定坐的满满当当的 雷军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缺席的位置 有多少人看直播 录据也是非常好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层面能够证明这个发布会特别火爆呢 雷军在发布会上喊小爱同学 因为他要让这个车做什么事情嘛 然后小爱同学的服务器就挂了 那你说为什么雷军喊小爱同学服务器就挂了呢 他认识雷军吗 不是啊 原因很简单 大家都在看直播 比如说家里头你有小米电视 有小米音箱 有小米手机的 你一嗓子小爱同学下去 这些设备就全醒了 醒完了以后都上服务器去请求说 我现在收到呼唤了 赶快去给我干活去 然后那个服务器就挂掉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啊 或者说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 这个发布会看的人很多 而且看这个发布会的人 很多家里都是有小米设备的 这个其实反而证明了说 雷军的这个号召力有多强 他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小米汽车 卖给这些小米的粉丝 小米的这些忠实粉丝 他能把小米小爱同学的服务器喊崩了 那说明他的这个发布会看的人对了呀 就是他的粉丝在看这个发布会 这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地方啊 现场叫大老云集 魏小李三个老大啊 李响的这个李响啊 未来的李斌 这小鹏的何耀鹏都在现场 第一排就坐啊 给雷军鼓掌啊 给雷军助威 因为雷军在这个圈子里还算是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啊 这些人还是要来去站这个台的 其他的包括唐城汽车的董事长啊 魏建军 北汽集团董事长啊 张建勇啊 特别是北汽集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资质是他的 在中国造电动车是要有资质的 前面是小牛电动车的老大 说我要去造个电动车 车也造出来了 然后也四处去摆了 展示厅没卖了 拿不到资质 最后只能宣布破产 说这是电动车的公司 破产了啊 不玩了 我接着去造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去了 对吧 你没有资质是不允许的 那么小米造电动车的资质是北汽的资质 他用的是北汽的牌照 小米自己的这个车厂其实是没有资质啊 他借着别人的资质 但还有其他人啊 比如说顺丰的老大也在现场 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导都在现场啊 那么谁没来 这个事一般要记着 就很多的时候说领导生病了 一帮人拎着东西去看 然后就问他说 这么多人看你记得住吗 谁来了记不住 谁没来我惦记着 他就这样 谁没来呢 吉利没来啊 比亚迪没来 一系二系广汽这些这个传统车厂都没来 摇摇领先没来啊 但是我们知情到了 因为雷军在里头也喊了两个嗓子 摇摇领先 就是华为自己是不会来的 在整个的小米造车的过程中 实际上反映最强烈的 一个是吉利啊 一个是谁呢 就是摇摇领先啊 小米呢是在翼庄呢 有一个生产线啊 就是自己做的完全的智能生产工厂啊 号称基本上是无人生产了 里头也是什么一体式压筑机什么这边全上了 年产30万辆车 当然是一期工程15辆 二期工程15辆 现在一期工程的已经投产了 二期工程应该是把地平了啊 就正在准备干 估计如果顺利的话 就是明年投产 但是这个还要看卖的怎么样 如果卖的好 他再抓紧盖 如果卖的不好 就慢慢弄 那么大家也就很痛苦说 30万辆车呀 那这30万辆车到底这块蛋糕从哪来呢 你指望中国人一年多买30万辆车 这个其实挺难的 这个日子都不好过 真的是我多吃一口 你少吃一口的事情 2023年 中国一共卖了多少辆车呢 乘用车啊 咱们不管特种车辆 乘用车2170万辆 这些很大嘛 你说我这么多车 怎么几波几波30万辆车不就出来了吗 但是这是乘用车啊 这是包括汽油车在那里 新能源车有多少呢 是775万辆 这个数字就少很多了 当然我们还出口了一部分啊 出口了383万辆车 号称去年出口超过日本 咱们是第一了 但是新能源车出口多少 出口104万辆车啊 但是这里它赚便宜在哪 就是这104万新能源车出口里边 特斯拉是34万辆啊 就是这个在上海工厂生产特斯拉出口 也算是这个中国新能源车期出口了 排第二是比亚迪24万辆啊 那么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30万辆车从哪切啊 咱们去年在中国卖电动车卖的第一名是谁 是比亚迪270万辆啊 第二名的是特斯拉啊 60万辆 然后广汽埃安啊 是48万辆 吉利47万辆 上汽通用武陵 也就是咱们的武陵宏光啊 武陵神车46万辆 长安38万辆 理想37万辆 长城24 蔚来16 零跑14 就处在这啊 就是前10名就在这了 那么你要看看 30万辆车基本上是第几名啊 第8名啊 因为前面是37万辆车 是第6名 这是理想啊 再往后一个长城就只卖了24万辆车 咱长城卖的汽油车还是很多的 就长城的电动车卖了24万辆 所以你想他要上30万辆车 你就妥妥的挤进前十里头 所以大家都在看着说你这30万辆车到底从谁那出来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 雷军现在也说了 说我呀 30万辆车不算什么啊 我要在15到20年之内 成为国际造车新式造车里边的前五名 大家想国际造车前五名 现在所有在场的这些人里头 谁能在这场站着啊 全世界最大的车厂是谁 丰田 丰田大概一年造3000多万辆 然后大众 然后是特斯拉 比亚迪福特 通用 所在这都已经超过五个了 脚米要在这站到前五去 那么大家想一下 哎呀 这个这咋排啊 这个座位不好排啊 对吧 所以到现场来的这些人 已经不在雷军竞争的范围内了 你们叫来就是看看我 来 我要开始装逼了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发布会都讲了什么 这个发布会的开始 是非常非常无聊的 我看了开头 觉得怎么能有这么无聊的发布会 那后边还是比较精彩啊 特别是最后一句 我特别喜欢啊 一开始先介绍一下嘉宾啊 未来的李斌啊 小鹏的啊 何小鹏 李响的这个李响 然后什么一个一个介绍啊 但是他后边就不介绍 基本上大概介绍到北七那儿就结束了 因为你拿人资质去造车了嘛 你肯定还是要给人家一个站起来亮相的机会的 介绍完了以后晒财报 别人发布汽车不干的事啊 雷军干这个 上来我先晒财报 晒什么呢 手里有钱 心不慌 对吧 告诉你 我现在去年挣了多少钱 我卖了多少手机 有多少这个智能设备卖掉了 有多少利润 我存了多少现金 来咱干啊 去年呢 到第四个季度 是连续十四个季度全球的手机第三名 前两名估计一个三星一个苹果 后边就是他了 什么华为 什么oppo vivo 你们都往后站啊 跟你没关系 全是我的 2023年 小米卖了多少手机呢 1.5亿只手机啊 直接卖掉 现在他有6亿多用户 就是小米手机用户 他就说底气来自于这里 对吧 你想他喊一嗓子 这个小爱同学能把福气喊崩了 那这底气就是足足的嘛 而且呢 他在想说 我做了足够多的测试 造了500多辆车 然后在全国所有的高速公路 所有的城市 我都跑了一遍 你不能说我这个上高速公路的这个自动驾驶了 我在高速公路哪段没开过 这事不行啊 我都开过了 而且呢 做足够测试的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他后来车 每个人都说 人家那个车都已经这么多辆车在街上跑了 以前经常说特斯拉强在哪 数据积累的足够多 他有这么多辆车 上百万辆车在全世界跑来跑去的 积攒了这么多的数据 然后进行训练 这事肯定是靠谱的 雷军说 咱甭费这件啊 我造足够多的车 跑足够远的路 然后我们所有测试里程 勾造地球多数多圈的 我们也都测过了 这个底气还是要在的 然后介绍小米汽车呢 这个真没什么可讲的 你说一辆车四个轴辘加俩沙发 冰箱踩电大沙发 你说还有啥 所以雷军就用大量的篇幅 不再告诉大家说 我这个漆怎么样 我是喷了九种漆 多了几种 原来是有三种 现在又多了六种 现在一共九种漆 然后怎么怎么样 讲了半天这个东西 实在没什么别的可讲 说我这个灯怎么设计的好看 我的门把手怎么设计的好看 其他的 你说电力啊 什么电池啊 什么这些东西 在上一次发布会讲过了 这次没什么可讲的 只能继续讲细节 因为上一次发布会 实际上没讲内饰嘛 现在就是所有人看到小米的车 都不愿意开门进去嘛 所以他讲了些内饰啊 里头气节讲了讲 但是呢 真的没有那么多可讲的东西 然后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 什么就是镀银的电话板啊 或者说他这个上面实际是一整片的玻璃 他在上面说我镀三层银啊 镀两层银镀几层银 干嘛呢 因为那个啊 他这种通透式的一体式的玻璃并棚 他晒啊 非常非常的晒 所以小米说我就给你镀银啊 一层一层镀上去 女士在里头可以防止到百分之九十几的紫外线 防止到百分之九十几的红外线 可以这个彻底防晒啊 但是为什么会干这事 大家想过没有 就为什么电动车都要拼命的啊 在这个玻璃顶上去镀银 然后让大家不晒呢 第一个是因为特斯拉 Model X就开始是这种一体式的 它是玻璃啊 上挡风玻璃一直这么通下去的这种玻璃 他们呢 就是晒啊 就很多开特斯拉Model X的人就说特别晒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电动车啊 因为它底盘特别厚 底盘都是电池嘛 你整个把这个人坐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抬高了 你如果是SUV呢 你就有足够多的空间 说我把底盘抬高了以后 上面再去坐这个定棚 但你现在这种轿车啊 或者说这种类似于轿跑车这样的车 你要坐的比较矮 所以它上的是没有空间的 就只有一层玻璃 那你没办法只能是一层一层往上镀膜 对吧 让它不晒啊 这样它等于顶上的空间就会变小一点点 这个所以讲了半天汽车防晒 然后呢 晒各种各样的细节 比如说啊 我有多数多储物空间啊 哪个里头还可以啊 放一个什么冰箱 哪个地方可以放一个笔记本 特别逗的是它有好多应该是四分之一英寸的吧 螺丝的这种接口 说干嘛使呢 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是四分之一英寸的这个接口呢 比如说这样的东西 对吧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头是接GoPro的啊 或者是接这个大疆摄像头的 这底下这个接口就是四分之一英寸 小米的车里头装了一堆这样的接口 说干嘛 你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摄像机 各种各样的摄像头 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机支架就拧上去 一般的车就不会想到搞这个事情 他就说 哎 我们想到了 我们给你拧接了一堆 只要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放一个摄像头的地方 我就给你留个接口 然后小米呢 不愧是这个做配件的啊 他做了各种各样的配件 比如说你的冰箱啊 人家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嘛 他这个冰箱是要单独收钱的 默认的是没有这个冰箱的 我只是给你的一个储物空间而已 然后呢 还有这个后排的电视 冰箱彩电嘛 这个彩电后排的 小米说我不给你装电视了啊 我给你装一接口 干嘛呢 你去买小米12.6寸的平板啊 直接往上一挫就完了 啊在中间有一个中控屏嘛 中控屏一圈都可以加币卷 每个配件都要单收钱 比如说往底下加一堆这个实体按钮 因为大家知道电动车都是触控屏 其实很多公司都觉得触控屏是不安全的 像奔驰就觉得触控屏不安全 所以奔驰汽车上面那个屏幕是不可以触控的 他们是做了一触摸板在那个挡板上 就是说你手可以不离开挡板 然后摸来摸去的去触控这个 上面这个屏幕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触控屏是好使啊 那么刘军说这样啊 我呢给你一堆实体按钮 但实体按钮是一个什么磁吸的 你可以吸在这个触控屏底下啊 但是这个是单给钱啊 你说你我不要按钮 我就用触控屏 你就不用交这个钱了 触控屏上面掐两个眼睛啊 也是一个啊 可以给你做一些小的互动啊 可以变成钟表啊 这样的东西单加钱 然后触控屏两边啊 加这个氛围灯呼吸灯啊 单加钱 底下再加上什么手电筒啊 这个也要算钱 对氧机充电器啊 单加钱 然后端端还做了一蓝牙音箱 比较大的一个蓝牙音箱啊 单独加钱 因为它蓝牙音箱底下带磁吸的 你出去以后 可以把它吸在这个车的后备箱 后盖上 或者吸在什么地方呢 可以给你放音乐听啊 这个要加钱 然后呢 后备箱里的储物格 什么整理收纳价 单加钱啊 各种各样的配件 我们就卖这些玩儿 那一军自己身上穿的工服啊 就是小米汽车的这个夹克 这个有人说 哎 我们学衣服不错 雷军卖 卖 没问题 我们把这衣服卖了 那这个衣服是卖800件啊 一共是大299一件 说我们厂里还有800件 给他卖了 估计这两天赶工作去了啊 这是小米特别有意思 各种各样的配件 加钱 然后啊 这个智能化 这个必须要去讲啊 小米的汽车是智能汽车 第一个是智能坐舱 智能坐舱 雷军就先讲了 说我这个HUD抬头想试啊 我这个做的比别人都好 我可以在多少度的范围内去调 然后特别亮 白天也能看到 很多车的这个抬头显示 只有晚上开的 白天看不见 因为外面光一照下来以后 你就看不见了 然后呢 还可以去调焦距 调各种东西啊 我这个做的最好了 讲了一个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注意啊 HUD这个东西 只有它最贵的 29万9的这个车行李有 其他车行李是没有这玩意的啊 但是你说我是选配在加钱 有可能也是可以有的啊 那么手机跟汽车的互动 那这肯定做的非常好啊 不愧是手机厂商坐的车 说你只要揣着手机到车上去 所有东西都可以设置好 自动连接 甚至还去讲了一下 说哎 你命令小爱同学 他等于你通过车的小爱同学 就可以让手机干很多事情啊 有一个场景特别有意思 他说哎 我要到这付钱了 怎么办呢 你说小爱同学打开付款码啊 他这个手机就直接跳转到付款码 然后你把这个手机拎起来 给人看一眼 就直接出门了啊 车上肯定有什么手机连接 手机的充电啊都有 包括副驾驶 还专门给手机做了一个 很小的一个储物空间啊 专门放手机的 然后呢还做上什么 这各种各样的这个 苹果手机的连接也都做上 上来还专门讲说啊 苹果突然放弃造车 我非常遗憾 但是苹果用户 我们想着你呢啊 你拿着苹果手机 到我们小米汽车上来 我们一定要让你感觉 宾至如归 这个还要讲一下 去晒一下啊 秀了人家提姆库克一脸 然后屏幕一体化的体验 它叫五块屏 怎么叫五块屏 就是它通线盘上头有块屏 旁边有一块中控屏 后边有两块 还有一块呢 有可能是它的HUD屏啊 就是它所有的五块屏 加一块是可以一起来工作的 你比如说你可以从前屏控制后屏 然后后屏是什么 后屏是你单独买那个屏板 它这个车架里应该是不包括那两块 12.9寸屏板啊 那两块12.9寸屏板 应该一块 3299我记得是小米官网上看的啊 你说我在前排给这个后排的小朋友放动画片 看完这个看那个 看完动画片以后做两个数学题 你完完全可以从前排来去控制这个东西 或者说我从后排去控制一些什么东西 一个车里边坐五个人 你可以在每一个位置上去说话 这个小爱同学可以非常清晰的分清楚 到底是谁说的 你让他干点什么 他可以搞得很明白 而且小米呢在谈这个叫人车家全生态 小米是可以控制家里边的智能硬件的 你坐在车里头说 给我开个空桥 给我这个把家里认识器打开 你也可以从家里头控制小米汽车 演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场景 什么呢 叫回家模式 说这车回家了 我只要检测到你这个车走到什么什么范围内 这个家里的灯就亮了 家里的各种的电器就开始运作 然后你把车停好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回到家里去享受了 这个是确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展示 但是这个场景不太利于捉奸 你说我偷偷是想把车开回家 然后想干点什么压门巧动的事情 这个不合适 因为你车一到家附近 你这个家里就知道了 华为呢其实也准备做这个事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华为的智能家居数量是没有小米多的 而且华为自己终端部门跟嗨部门还没掰什么明白呢 所以呢 华为并没有展示那么多的人车家合一这样的这种全生态 小米在展示 然后再往后呢 还上了个大模型 对吧 你说现在你不讲个大模型 这事肯定丢人了嘛 小米呢 自己训练了一个大模型 叫米LM啊 小米的大模型 Large Model 它是训练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6B的 就是60亿参数 另外一个是1.3B的啊 就是13亿参数的 他们把这个13亿参数的 就是1.3B这个版本直接上车了 搁上去装了一个大模型在跑 所以这就是妥妥的AI汽车了啊 以前咱们叫智能车 对吧 你可以自动驾驶 我们现在已经直接把大模型上车了 一句说 这大模型上车那干嘛呀 画个画吧 你给我画一个青花词的这个 小米汽车 哗哗给画出来了 后来说 我是来开车的呀 我天天画这玩意没意思啊 他自己也觉得无聊 就把这小米汽车 做智能系统这边给骂了一顿 说你们再想想这边到底干嘛使 所以我前面也讲 AI手机也好 AIPC也好 AI汽车也好 你还得有用才行 今天还有人在推特上问 告诉我说 AI手机可有用了 可以干这个 可以干那个 后来我说现在 iPad是爱奇艺 那个专用器 Kindle是盖这个泡面的 手机是刷抖音的 那你说你为什么要一个AI手机呢 你说你加了AI以后 你可以更好的盖泡面啊 还是可以更好的看爱奇艺 更好的刷抖音啊 其实都没有意义嘛 那么现在也是小米汽车上这个大模型 能干嘛使啊 第一个啊 不再依赖于精确指令了 因为大家知道指令控制 语音控制这个事情实际上早就有了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用呢 因为他需要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指令 我举个案例吧 我这的大疆的摄像头啊 这个是Action 4 这个摄像头呢 它是有语音指令的 那比如说叫停止录像啊 他就会把这个录像停下来 但是呢 我老记不住 我经常说关闭录像停止拍摄 你只要说错一个字 他都不干活 但是现在你有了大模型以后 你就不需要再去记这个 特别精确的指令 说对说错都没关系啊 他有一个大模型 我理解意思就行了 意思理解对了 我就干去啊 其他都不重要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 第二个呢 就是结合小米苏7上所有的传感器 等于做了一些低代码系统的 agent的事情 做了一个啊 有趣的场景演示 说你开着车 前面跟了个车啊 这就属于一个很模糊的问题 咱们这车什么车啊 或者前面是什么呀 这个时候 他这个大模型去干嘛呢 调用车载摄像头 以及其他传感器 哎 还做了一个多模态识别 我还认出前面这车来了 然后呢 再生成回答 说哎 前面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车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给你讲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小米苏7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大模型上车到底能干嘛 你也不需要那么大 1.3B 其实在一般的手机芯片上 都是可以跑得起来的 对吧 跑完了以后 说哎 我可以跟车的所有的传感器一起工作 那你说智能了还要干嘛 智能驾驶啊 当然大家注意啊 它分三个款 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最便宜那款是烟科版的 它是基础款啊 就只是纯视觉方案 上那没有激光雷达的 只有一颗英伟达的欧人的这个芯片啊 这个芯片的就是只有254Tops的这种算力啊 就大概是这样 它呢可以跑高速公路的这个自动驾驶啊 但是呢城市里是不能跑的 然后Pro跟Max的版本 就是这个比较贵的两个版本 是带激光雷达的 然后里头是有两颗欧人芯片的 所以他们的算力可以达到508Tops 这未来呢 他们是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去工作 也可以在城市里边叫NOA啊 靠这个系统去工作 但是这个NOA 城市NOA就只有这个高级系统才可以工作了啊 但是城市NOA呢 现在使不了 要8月份以后才可以这个更新让大家用 这个NOA是什么啊 叫Navigate on Autopilot 由智能辅助驾驶进行导航啊 叫NOV NOV呢并不是L3啊 还是L2 就是你人还是得坐在这儿 还是得坐在方向盘后子的 这个东西叫L2加 或者L2.99 因为L3你是需要去申请牌照的 现在国内可能是奔驰宝马 什么这几个发了 国产的电动车现在也在一个一个发 小米至少他现在还没有提他去申请这个东西 但是最后应该还是会去申请啊 小米说我也做了大量的虚拟测试 我也做了真实测试 做了虚拟测试都做了 里程已经非常多了 虽然我这个车没有怎么在街上跑 你们要放心啊 我一定做的很好 具体上路呢 肯定还要再逐渐积累 任何的测试都没法代替上路的实测啊 这特斯拉真正厉害的就是他上百万辆车在全世界跑来跑去的 然后呢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功能叫自动停车 就是你把这车到商场门口 你就人家下来了 人家车自己下地库找地去 他可以停在什么呢 2.5米宽的车位里 让两边每边流出5厘米来 据说成功率是90%啊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失败了怎么办 你说你成功率90%并不是特别高的一个数啊 所以你说你下去转了一圈失败了 没有找到停车费 还是你说停车器出不来了 或者本人车蹭了 你这咋办呀这事 这个雷军就没有讲了 现在他们拿着在测试这个功能啊 现在呢是蔚来的ES7 理想L9小鹏G9 智己的L7 疾呼αS 全新的嗨版 也就是跟华为合作的这个版本 问界的M7 问界的S7 都给你提供了这种 自己下车库的这个功能 以后就是我们商场了 你自己下一找地去 然后人家进去逛商场去了 逛完了以后 你告诉车说我出来了 然后这个车在从底下 在慢慢的上来到门口接你来 对吧 现在都在开发这个功能 所以以后在商场地库里停车 有可能会变成地域难度 你的车停下了 结果发现旁边一个小米苏七 离你的车就五厘米 五厘米大概有这么大一块 对吧 你这一大块这个门也开不开 人也进不去啊 你咋弄啊 我就没想明白 如果我的车旁边停了一个车 离我只有五厘米 这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讲完自驾以后呢 肯定也要去致敬一下虞成东吧 虽然他没来 所以李俊喊了两遍啊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就是他肯定有些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呗 然后呢 反复再喊啊 说我是五十万以内 最快的车 五十万以内最好的车 五十万以内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你说你实际上卖不到三十万的车 你喊五十万以内怎么 这个就没话说了吧 他反正就喊这个事 因为为什么大家都喊这个呢 就是跟油车对标 就是电车 就是至少国产电车 三十万以内的车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啊 但是按照雷军现在看 就基本上国内卖的所有车五十万以内的 连电车带油车 可能各种的配置 每一个细节的指标都比他差 所以他现在就喊五十万以内最好的车 而对标呢 他不去对标摩托S 他对标摩托三 这玩意是一个田击赛马的故事 为什么叫田击赛马的故事呢 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比较好的码 去跟你那个比较差的码去比对 像小米苏七是跟这个保时捷那边 去抄回来的车型 按道理说他应该对标摩托S 你甭管是续航动力 然后各种的配置应该对标摩托S 不我不跟你那比啊 我就是摩托三这个售价的时候 我就跟摩托三比 那你这个事肯定基本是完胜嘛 当然了 完胜了以后呢 李俊海特别逗 他工程师嘛 上来说 哎 我知道你们老说我什么 你们老说我这个 我强的我就拿出来说说 我要差的我就不说了 对吧 咱们今儿就直接把这个底裤扒下来给你看 对吧 怎么弄 我们把所有指标都摆着 到底有哪项是他比我强的 最后呢 摩托三有两项比小米苏七强 第一项是什么呢 就是百公里耗电啊 或者说是你的单位的这个电量能跑多远 这样的一个数 摩托三确实是比小米苏七强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李俊最后也说了 他说你看 我是一个大车 你那是个小车 我车比你大 我这个整个的车也重 这个车耗电也大 然后第二个呢 我的电池大 摩托三的续航其实是并不是很长的 小米苏七就算是最基础的版本 也有700多公里的续航 当时马斯克就说 让电动车有800公里续航就是个傻子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电动车那个电池 它不像汽油似的 你烧完就没了 那个电动车的电池 你把它开光了以后 它还是这么重 你原来比如说有个1.5吨的电池 你把它电耗光了 也还是1.5吨 你要想这个让它续航增加 你就得增加重量 这个事没办法 所以小米苏七这个车 要比Model 3要重非常多 它还比Model 3要大 这个所以它第一个比输了 第二个比输了是什么呢 第二个比输了算力不够 Model 3的这个算力是 特斯拉自己家的芯片 那个算力是非常高的 小米苏七的两个 欧润芯片也只有500多Tops的算力 这个算力是稍微低点 但是李军燕说 你看你算力高有什么用啊 算力高你的这个城市辅助驾驶 中国没法落地 我算力虽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这个功能你是可以用上的 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大家觉得也还是可以接受吧 然后呢也出来跟保时捷的Tikon 也比了一下 因为他照人抄的吧 这个很多人说这冷不定一看 还以为是保时捷Tikon的 但是呢 雷军那意思也说 反而咱得要脸 稍微意思一下就行了 说我有部分指标是超过的 还挺多指标是超过的 但我们就不细比了 为什么呢 你不能跟一个造了93年高端运动汽车的 这个保时捷的百万豪车去比 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你说我最后所有指标都超过了 还有什么意义吗 你去花一两百万去买这个 保时捷Tikon的人 你会去看20万的小米苏七吗 根本不会看 但是两拨不同的人 只有像雷军这样的人 他说我自己又有保时捷 又有他们苏七 因为苏七是他们自己家的 他没办法 雷军呢到后边也说 我们不是全职全能的会犯各种错误 有问题呢你就说 但是呢客气点 你不要上来骂我 不要这个给我泼脏水 因为最近泼脏水这个事呢 也是很吓人的 所以专门居了个工 给大家居了个工 说这个有问题 您直说我一定尽快改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改去 他是这样来讲这个话 价格的肯定是最后一定要去说的 这个价格呀 咱们叫什么说 叫想象的范围之内 他并没有特别惊喜 比如到19万了 这事是比较吓人了啊 但是呢 没有干这事 还是在215,900这样的一个数上 就是以此为起步 这个价格呢 号称啊 是在3月27号晚上 小米高层内部开会临时确定 但是你说这个是戏剧性表演一下 还是说真这么干 已经不重要了啊 雷军说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说服所有人就是要赔钱卖 我一卖一辆车赔三万个钱 这个车本来应该是23万24万的车 我现在卖21万 卖一辆赔一辆 卖一辆赔一辆 我最后还是把大家说明白了 我们就先干吧 因为大家一开始猜的呢 是23到33之间 或者呢 是26到36之间 从现在看呢 一开始可能确定的 也是23啊 后来说砍一砍砍一砍 最后砍到了21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几个数字 可能都是在他们考虑范围内的 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叫符合预期啊 但是没有超越预期的一个价格 是有诚意啊 这个价格算有诚意 因为它真的是比所有的 比如跟它对标的这个车 都要便宜 甭管是极客001 这日记S7 这个包括ET7 包括ET5吧 未来ET5 就是它要比别人都便宜 而且配置各种东西给的都多 所以现在就要卖一辆赔一辆 但是这个事儿呢 还后期要看量啊 你只要量上去了 它还能挣回来的 而且还做了哪些事呢 就是自动驾驶啊 你只要是上自动驾驶 终身免费 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在淘宝买东西 说亲包邮啊 这个以后可能会成为风气啊 大家知道特斯拉的FSD 是需要单独购买 你可以说一次性买断 也可以按月 按这个去付费 未来广汽埃安 吉胡问界 智界这些车 你这个自动驾驶都是要单独购买的 就是你这个车架里 是包括这部分的 你说我要自动驾驶 我就要给钱 但是小鹏 大概是在2002年就改了 说我这个自动驾驶 不再收费了 就这样了 小米说 我这个终身免费啊 以后再不让你收钱了啊 就包含在这个车架里头了 21万5千9了 是带自动驾驶了 大家注意啊 它是三个款啊 第一个款是21万5千9 这个款呢 这个雷军专门强调了 不能叫盖版 啊 也不能叫基础 什么青春 这种的就容易引起误解的名字 都不能叫 所以它叫长驱 叫叫长续航后驱置驾版 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啊 这个因为它是只有一个电梯 而且是后驱车 续航呢 因为有700多公里啊 就是它比一般的 同类这样的车子续航都要长 然后呢 有智能驾驶啊 这个里头除了21万5千9 这个价格之外呢 说我们再送这样东西吧 这个送权益啊 就是本来应该你去花钱买的 直接送你了 送了什么呢 它真批座椅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每次真批座椅都要单独算 可能它还有一款不真批的座椅啊 那个估计就没有人用了 大家都是送的真批座椅 很贵啊 真批座椅好像八千多吧 然后豪华音箱 加上冰箱啊 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这个是34000的权益 直接送掉 所以呢 实际上是21万5千9 你可以说 我又白送了34000啊 再进来 应该减掉这34000 实际上你说 它是17万多 或者16万多 这个事也可以这么想啊 24万5千9的这个车款呢 是叫Pro版 就升级了一点点了 叫后驱长续航 高阶质驾版啊 上面那叫质驾版 这叫高阶质驾版 上面那个叫长续航 这叫超长续航 它有变化了 变化在哪呢 第一个加电池了 啊 他把电池多C了 大概几度电进去 然后你可以多跑个 100多公里 原来是可以跑700多公里 现在可以跑800多公里了 对吧 这个也是钱吧 然后呢 加了这个激光雷达进去 大家注意啊 上面这个 21万5千9 是纯视觉方案 是没有激光雷达的 加了激光雷达以后呢 就加入了第二颗欧润芯片 英美达欧润芯片 再加了48000的这个权益啊 但是呢 这个车交货要吧 这叫五月份才能交货 现在做不出来 你现在要定 就定第一款 后驱长续航 制驾版 或者是最后一版 叫Max版啊 29万9千9的这版 这个Max版呢 是双电机四驱 超长续航啊 也是800多公里 高阶制驾啊 800伏高压的平台 加上4.2万的权益 包括什么呢 就是给你换轮胎 但是这个轮胎呢 雷俊也讲说 你要是想换这个新轮胎 肯定更帅 而且呢 这个跑的还更快 还更稳啊 但是你换上新轮胎以后呢 你的这个续航会下降 你就跑不了800多公里了 但是也还能跑700多公里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是29万9千9 他所有的测试数据 什么2.几秒 3.几秒 从零加速到100公里啊 这些数 都是拿这个29万9千9 这个车测出来的 雷俊讲到最后啊 让我觉得真正比较 开心 喜欢的一点吗 或者让我比较感动的一点 是最后还讲了一个情怀 情怀讲的是什么呢 他最后说 小米汽车到底是卖给谁的呢 说小米初期的用户 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有品位 不甘于平庸 还在问梦想打拼 他们向往先进的技术 渴望幸福的生活 他们心中有火 眼里有光 浑身闪烁着乐观与自信的光芒 我始终认为 自信的人生 无限宽广 不断向前的成就 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 最好的奖励 小米初期 就是承载我们所有 向往梦想之车 他大概最后讲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我看一堆的文章 一堆的人在回味 整个这场发布会 每一个人都要 饱含深情的 把最后一段话念出来 因为我们也心里有火 眼里有光 浑身闪烁着乐观与自信的光芒 每一个人去讲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都会拿起镜子看一看 然后会心一笑 这就是他要去面对的客户 或者小米 或者雷俊 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这个还是很棒的 这个发布会开完了以后 结果怎么样 今天雷俊已经不停的在推特上 在微博上发庆功的信息了 说我已经太成功了 像是高考完了以后 发榜 考上状元似的 已经不用担心 没人买了 原来说我担心没有人买 我坐这车出来以后 大家不喜欢怎么办 也担心买的人多了 交付不了怎么办 原来担心这些事 现在都不用想了 这个订单与交付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3月28号 晚上10点22点开始订 4分钟破1万辆 27分钟达到5万辆的订单 这是非常吓人的 就是几亿的订金就收回来了 这是小米雷俊的这种号召力 而且下订单 你就可以什么 要交订金5000块钱 大订5000块钱 不是那种100块钱订金5000块钱 然后呢 要选配置 选完了以后 按需生产 我工厂就给你造去了 4月底这批车就可以交出来 你车要造 造完了要检测 测完了以后 可能还要拉到什么地方去 因为这个人不一定在北京嘛 然后到那再交付给你 所以基本上是4月底啊 这现在是年产15万辆的这个 一期工程 已经可以开始干活了啊 就是一个月生产1万多辆车 雷军自己讲 就是在整个发布会里讲说 我是76秒一辆车啊 但是76秒一辆车呢 是按年产30万辆算的 那个二期工程到现在 刚把那个地清退完了 对吧 还没有开始祸土动工 房子都没干 没有那么着急 就是真正现在开始干 也到明年再去投产了 那么还有库存 我还录过一些视频说 他已经造好了一堆库存 就准备卖给大家了 这个多少车呢 5000辆车 这个车呢 叫创始版 创始版里头是什么呢 就是不可定制 因为我造好了吧 你说我再改一东西 改不了了 创始版上呢 有创始版的特定的标记 上的干 这是创始版 雷军亲笔签名的帽子 雷军亲笔签名的 这个车钥匙 这个里头也有很多 雷军亲笔签名的东西 这就是完完全全 给追星族做的 这5000辆 2万元定金的大定 4月2号开始交车 现在呢 这5000辆车已经卖完了 甚至已经有黄牛 开始到二手车平台上 去卖这个车去了 加钱去卖 小米从造手机的开始 就没有逃脱过这个黄牛 就是一直是理财产品 造了车 依然是理财产品 大家还是去折腾这个事去了 所以他这5000辆都卖出去 所以到什么时候呢 5月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小米汽车 4月份的上牌量和开保险量了 可以看到 雷军是一个数据和细节大师 他绝不会说 我3月28号把发布会开完了 4月份过了一个月 到5月份发现 街面上没我的车 或者说这个数据 没展示出来 我到底卖了多少车 没有 现在5月份去展示 4月份的销售数据的时候 就有5000辆 创始版的车就出来了 然后6月份 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 从4月底开始交付的 就是大家付5000块钱定金 定下来那种定制款的车 你就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有一万多辆车出来了 5月底要交付这个Pro版本 所以到7月份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车到底是卖的怎么样 因为大家注意 为什么那个Pro版本 要晚一个月来交付呢 大家看看这个Pro版本 其实是在标准版上 加了激光雷达 加了自动驾驶 加了另外一颗的 英伟达的欧润芯片 我多花这么多钱 去买800伏的这个充电的平台 去买更大的电池 去买两个电机 然后在城市里跟人赛车 其实绝大部分是没有这种需求的 所以我还不如说 我花比较少的钱 把这个电车可以开走 加上激光雷达 加上辅助驾驶 这个东西还是有人用的 所以他会觉得 这个车会卖的更好一点 他把这个车就往后拖一拖 那么他们就是 最便宜的车 我们要开始卖 最贵的车 要马上开始卖 稍微中间一档的车 稍微等一等 这个也就是小米汽车 算是有一个开门红了 但你说这一万多辆车 或者说五万个订单 到底算不算都是真的 不好说 总有人说 我订了以后想退 七天可以退 但是你要注意 你不能进去选配置 你付了电金以后 如果一旦进去选了配置了 工厂就开始下料干活了 那时候不许退了 所以今天开始有很多人去投诉 说我们家猫 看着这个手机摁了一下 就把我那个车的配置就确定了 你就不让我退定金了 今天有一堆人在那投诉这个事情 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小米这个车 好好地卖起来 而且小米在整个发布会上 还请了一个德国人上来演讲 他是宝马原来的设计总监 现在是给小米这边做设计顾问 所以小米肯定也是希望苏七 可以卖到全世界去 可能以后大家在大街上 再碰到这样的车 就不一定是保时捷了 就有可能是苏七了 每天我去看完了以后 还可以跟大家讲讲感受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话题